莫尔在上班时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的儿子在学校突发心脏病 夫妻俩匆忙赶到医院 听医生说 要是再晚几分钟 孩子就抢不回来了 这是心脏冠状肌有问题 眼下虽然度过了危险期 但必须尽快动手术 否则会随时复发 手术也是一个问题 只有柏林研究所的医生能治疗 费用高达两万六千欧元 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妻子在学校当老师 莫尔在国企上班 两人变卖家产 也只能凑到五千欧元 莫尔找到银行贷款 对方也不给批 因为他没有公司担保 名下也没有房产 他们现在居住的小家 也是租来的房子 换个说法 就算贷款成功 也不过是五千欧元 跟手术费比起来 就是杯水车薪 妻子思来想去 瞒着莫尔在报纸上 打广告求助 莫尔知道后有些头痛 报纸上全都是求助广告 也不看看他们都挂了多久 还在上面 你还真以为 有这么多好心人来帮忙吗 妻子无辜被责怪 心里也有些委屈 然而当天晚上 莫尔就接到一通电话 一位好心的有钱人 愿意帮忙 两人约定在酒店见面 第二天 莫尔见到了有钱人 对方承诺支付包括路费 在内的所有费用 也不要求偿还 难不成真的是天上掉线饼吗 莫尔有些怀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有钱人非常淡定 有人挡了我的路 你只要帮我杀了他 就好 我保证安全 你保证 一命换一命 非常划算的生意 莫尔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我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要牵扯进黑道的打打杀杀中 有钱人非常理解小市民的心态 正是因为你看上去和黑道毫无关系 才叫你来做事的 给你一点时间考虑吧 等你的好消息 莫尔回到家后 也没反应过来 这一天过得 不要太魔幻了 妻子看他不对劲 过来询问 他也闷声不肯说话 杀人什么的 要不得 莫尔准备放弃这条路 上次虽然同情他的家庭情况 可现在公司正在向私有化转型 员工们都浮躁不已 动不动罢工 整得分为乌烟瘴气 大家都是穷人 挤不出多余的钱来帮忙 莫尔只能找到 做生意的朋友借钱 可对方一听要两万多 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有钱人不愿再浪费时间 一通电话打过来 让莫尔去桥下配电箱 拿资料 莫尔内心纠结不堪 想了一个晚上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想咨询妻子的意见 可妻子因为之前的冷落 误以为他没有关心儿子 不愿交谈 没有办法 莫尔只能跑到配电箱那里 慌慌张张 拿出有钱人提前放好的东西 塑料袋里装着 暗杀目标 资料和一把手枪 还有有钱人的首付款 任务结束之后 他会付清剩下的钱 也许是被钞票刺激到了 莫尔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暗杀目标的楼下坐着 对方抱着妻女 一家幸福的样子 显得格外侧眼 莫尔如坐针毡 掉头回了公司 他努力清空脑袋 可越想越生气 自己怎么会想着拿钱杀人 与此同时 妻子和儿子也不好受 因为报纸上的广告 儿子不愿意再去学校 同学们总会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他 有钱的学生 也开始挑衅妻子 要求他来家里帮忙 补课赚钱 一家人都过得不怎么好 莫尔非常自责 他没有办法为儿子做些什么 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这时儿子突然发病 夫妻俩慌张地送到医院抢救 这一次医生建议最好住院 照这样发展下去 发病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不可能每次都好运地及时送来 手术也必须提上日程了 莫尔看着病床上的儿子 终于下定了决心 拿着枪 蹲守在暗杀目标楼下 对方显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混黑道的谁没见过几把枪 说着就要过来抢 莫尔慌张极了 怎么不安剧本来呢 闭着眼一通乱打 目标倒在地上 鲜血见得到处都是 是死了吧 莫尔也不敢确认 转头便跑 回到家后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藏好手枪 又病态地把衣服全部脱下来清洗 妻子在这时回来了 看着他魂不守舍的样子愤怒不已 你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儿子今晚又发病了 心脏骤停 差点就没抢救回来 那个时候 你在外面 鬼混什么 丈夫逃避的样子 让他非常伤心 眼看着指望不上 治疗费只能靠自己了 不就是去学生家里补课吗 为了儿子 自己的尊严 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学生家里 一副空画框 就值三万欧元 妻子觉得可笑 儿子的命 竟然连个画框都比不过 简直讽刺 他大受刺激 回家之后 开始抱怨命运不公 莫尔听到烦躁 一拳打在柜子上 可他也不敢把心事说出来 暗杀目标 居然还是黑道的有名人物 葬礼上 一群黑衣兄弟发誓要报仇 莫尔试图联系有钱人 可对方电话打不通 地址查不到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更麻烦的是 莫尔发现死者的美女 居然是自己在公园里认识的人 对方女儿和自己儿子是同学 他偷偷跟在母女俩身后 金发女突然晕倒 莫尔冲了过去 把人送到医院治疗 对方还把他当成好心人 莫尔实在待不下去了 喝得酩酊大醉 又和一群有钱人的小孩 发生口角 砸车打架都做出来了 事情闹到单位 上次过来领人 好好一个大人 跟孩子叫什么劲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莫尔沉默了许久 突然开口承认杀人 上次差点没被吓死 赶紧叫了警察 可听了莫尔的自首 警察并没有相信 反而认为他在阻碍调查 想想也是 黑社会都敢在大街上乱晃了 谁还敢出面馆 回到家后 莫尔还要面对妻子的质问 一怒之下 竟然一巴掌打了上去 夫妻关系低到冰点 莫尔不知怎么面对 逃避一班 去医院陪着儿子 这时他终于接到有钱人的电话 对方一直在暗处监视 警告他不准泄灭 否则就要杀了儿子 莫尔警惕起来 儿子绝对不能有事 突然听到对方传来一个声音 那是经常在路口洗车赚钱的小孩发出来的 莫尔反应过来 立刻开车追了声去 跟在车后找到了有钱人的住址 案子记下后决定要反击 与此同时 妻子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回娘家 她曾经试过沟通 但得不到丈夫的回应 现在又接到金发女的电话 更是心灰意冷 莫尔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开 大发脾气乱在一通 天亮后 她拿着枪找到有钱人 人已经杀了 钱必须给 为了保命 有钱人只能说出事情 她已经破产 欠了很多钱 债主就是暗杀目标 她是为了活命 才借刀杀人的 莫尔有些绝望 合着我这几天的煎熬就是白费 杀了人 没拿到钱 儿子治不了病 老婆也跑了 一无所有 还不如自杀来的痛快 举枪之时 妻子打了电话 他们接到一笔匿名汇款 儿子可以做手术了 到底是谁捐的 莫尔心里有数 她找到妻子 说出了杀人交易的事情 希望她带着儿子去柏林治病 自己则留下来还债 可这要怎么还呢 她从小梦想着 像电影主角一样活着 可真的体会到了 滋味却不那么好受 此来想去 莫尔决定对金发女 坦白一切 至于惩罚 就由对方来决定吧 金发女得知真相后 只觉得浑身发冷 她曾经以为莫尔是个好人 却没想到这个好人 杀了自己的丈夫 莫尔从公寓出来以后 并没有轻松多少 她还在等着判决 等红灯的时候 一辆黑色面包车开过来 枪声打破瓶颈 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结局 这是一个关于挣扎抉择 与被动救赎的故事 父亲为了挽救儿子的性命 一头栽进陷阱里 成了别人借刀杀人的工具 这不是一场沉重的谋杀 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悬殊 动荡的社会氛围下 平民百姓 只能在道德和生存之间挣扎 这些问题带来的无力感 每个国家每天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上演 好人与坏人的区别 就在一念之间 与其一人独自背负 最终酿成惨剧 不如一开始就和家人 互相支撑 也许结局会更加美好 明天也是我的 天啊